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电影灯光第一期 我是安迪 这期视频的内容是 007大破天幕杀鸡片头的第一个场景曝光 先看第一个镜头 相信大家对此都很熟悉了 邦德作为剪影 在通道里面走向摄影机 然后一束光打亮他的脸 第一针是邦德的剪影 剪影往往就能赋予角色的神秘的属性 室内外强烈的明暗对比 也是警匪片里面很常见的 看画面的透视使用的是广角镜头 在门外模拟日光的是一盏乌丝灯 所以光线的色温还是比较低的 用一个稍微倾斜的角度 作为邦德的逆光 再加上机位也是偏右的 所以能看到邦德的影子 是出现在左边的墙上 带角度的逆光 也能让两边墙的亮度不一致 影调更有层次感 邦德走近了 我们逐针看的话是能够看出来 这个光是在邦德走到焦点以后 才逐渐变亮的 因为光线在平方反比下的距离变化 出来的效果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光很明显就是一个 连了调压器的乌斯登打出来的 再加上黑漆的遮挡 把光线限制成这个特殊的形状 因为人的鼻梁是有弧度的 光位在左侧的时候 也是能照亮一部分右眼 机位在靠右的位置 所以人物在走近后 就把左侧墙壁的高光给挡住了 让整个画面的光影得到平衡 只能说真的牛逼 传来一声一响 邦德举起枪 离开光区 然后镜头切换 当然要切镜头 因为再往前走 就是各种黑漆灯光以及工作能源了 新的镜头 晃了轴线 摄影机从邦德的左后方 运动到右后方 右上方有一张B灯 用作之前那个特殊光效的逻辑光源 机位运动到一个构图中 出现门缝的位置 然后和邦德一起前进 看这个门应该是 可能是用敌灯 在窗外打了一点效果 房间里面是一盏台灯 用作给房间打整个 暖色抵直光的逻辑光源 门框有个修饰形状的低色温高光 说明在右下方 还有一盏无丝灯 换镜头 很明显邦德的这个光效 就是刚刚修饰门框形状的 那个低角度乌丝灯的 稍微改一下角度做的效果 邦德开门 切镜头 罗杰迪金斯是一个 很注重逻辑光源的摄影 可以看到 每次在特殊光效后 都有一个逻辑光源来进行修正 这个机位一开始模拟的是 邦德的主光试点 然后摇镜头 展示现空间 邦德路径 试点再次回到第三软程 卫生巾的光源 是拿两个灯管做的 上方看来不需要打灯 光靠白墙的反射就足够了 然后摄影机摇摄他 新场景 这是整个段落最重要的景 讲的是特工名单的硬盘被偷走了 邦德的队友也被杀害 整个场景的光位有两处 一处是右边的台灯 但注意 这是青岛的台灯 有人可能会说 哎你这不是废话 特工战斗完 台灯青岛 你随便拉个大学生 都能不出这种景啊 我的意思就是 罗杰迪金斯 他很喜欢使用青岛的台灯 来制作特殊的光效 其实这也能算是一种 特殊的逻辑光源 有时候也能利用 台灯的这个青岛 来改变光位 这个我以后会讲 重点是这个窗户 一条条的光束 就能说明三个点 菲尼亚聚光灯 白叶窗 烟 菲尼亚透镜下的光束 在烟雾中 由于定达的效应被塑形 白叶窗再把整个光束 切成一条一条的 再看整个场景的密度 和窗户的光效 就知道 窗外肯定不止一盏灯 比如同流者的这个场景 窗外的敌灯 估计还没有007的硬 也放了烟 灯的角度 还明显比007的低 但是整个房间的 明映对比 却比007的高多了 所以007的窗外 肯定是有 大面积的楼光附件 但如果窗外的 乌丝灯 透过楼光布打到 房间里面 是无法形成 形状如此 粒粒的光束的 比如教夫一的片头 就是在窗户外面 贴了硫酸纸 可以看到 光线已经完全没有形状了 即使功率再高几倍 那也只是一块 过爆的白板 所以007的这个场景 窗外的光线 在T12的下方 是一块大型的反光板 所以大家看到了 窗户外面白色的这个部分 不是玻璃 而是反光板 是不是知道 后就再也回不去了 反射的光线 来自于两盏黄头灯 这是一种2000瓦的 开口无丝灯 这两个黄头灯 打亮反光板后 制造相对楼合的 散射光进入屋内 这样窗外进来的光 就形成了一种 楼中带印的效果 因为它是由 两种不同的光源 混合而成的 既能塑形 也能给整个场景 提升基础的照度 给暗部细节 而且这个光效是流动的 站得远了就楼合了 而到了T12的范围内 光效就会变得很硬 然后整个画面的 布景和构图也很有讲究 但这个比较简单好懂 就大家自己看看就明白了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 这个窗户的光位是窗帮的 第一个镜头定了太阳的方向 但拐了90度之后 太阳又成了逆光 其实只要氛围到了 光中也注意不到这些细节 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 第一次看也没有在意这点 就除非你一开始 我相信的光线还是比较漏合的 因为它站在了黄头灯 反光的范围里面 接受不到小范围的T12光效 虽然是小景别 但不用太改变光位 不然整个场景的光效就会改变了 然后是电脑的特写镜头 这个光位是重新布置过的 这种特写我们一般会留在最后排 主要就是为了省时间 先拍大景别 可以看到 邦德脸上的光效改变得很明显 因为他从T12范围内 进入到了T12的光区 现在的不光很注重这种流动的光效 这个镜头应该是剪过T12的光的 随着邦德的头部 在光区内外左右横跳 光效也在改变 这种光源混合后的效果就会很丰富 以后我不记忆会经常会提到 邦德动起来后 光线再次流动 随后他离开了T12的范围 接着是一个剪影 他向右处画的同时 细微下降 给了他队友最后一个镜头 新场景 又是一个剪影 我觉得这两个景应该不是连着的 因为太窄了 可能是同一个大楼里面的不同位置 但可以利用相似的影调 来衔接两个不同空间的镜头 为了便于灯位图的制作 我这里就摸了两个景是连着的了 这个镜头的光源只有窗外的无丝灯 看百叶窗就知道 外面还有一块蝴蝶布 这种景尾片里面 光通常被当作是线索 或者是正确的方向 这个玻璃的亮度不平均 我猜想这个光效 可能是用一块 斜方制的反光板完成的 通道的凹槽里面有盏闭 暗调画面里面的微弱高光很重要 终于到出口了 这是真正的日光 因为要照亮整个外景 来和后面的镜头箱衔接 音乐变奏 邦德走出酒店 走的时候还小时候有点光圈 让外景不会彻底的过曝 整个场景结束 这期视频比以往的拉拼难度 会稍微高点 毕竟灯光是我学习时间 最长的东西 我也尽量会把每个知识点 都解释得比较 通俗易懂 相信大家也还是能学到点东西的 如果觉得有用 可以给我一键三流 谢谢 每个人都解释得比较 Ronson's down You need some medical evac Where is it? Is it there? Hard drive's gone Are you sure? It's gone Give me a minute They must have it Get after them I'm stabilizing Ronson We don't have the time I have to stop the bleeding Leave him I have to stop the bleeding I have to stop it Colombia Is it bad? No It comes again Wild alive I have to be Oh